好了,那我先热身一下吧。 父母之爱 课文 父母之爱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 父母感情和睦,很少吵架 他们对我态度和蔼,说话和气 目光中都充满着词想 他们和我身边所有父母一样 给我很多宠爱 我也和身边所有的孩子一样 在跨境大学校门之前 从没有离开过家 独立自主的能力就更甭提了 脱离父母,独立生活 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 让我无比向往 几年以后 我终于在别的城市上了大学 第一次离开家 心里的孤独感一下子跑得出来 记得刚开学的时候 宿舍里的同学一给家里打电话就哭鼻子 每到节假日 大家更是片刻不停地往家赶 有同学回趟家 要坐一夜的火车 这也阻挡不了大家回家的步伐 回家的快乐 和被亲情包围的幸福感染了我 我也恨不得马上飞到父母跟前 与他们团圆 假期终于要到了 我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我准备回家 母亲却说 近来他们比较忙 要没什么事就甭回来了 在学校看看书 或找份兼职作作 母亲的话 是我酝酿已久的恋家情绪 刹那间就没有了 我无法理解父母的反常 心中暗暗埋怨 父母不体谅我 无精打采了几天之后 我不得不开始规划 怎样熬过漫长的假期 假期的校园寂静得很 我在图书馆看书 给杂志社写稿件 发现在难得的寂静中 工作是那么美好 大学三年级 我回了堂家 母亲第一眼看到我时 脸上满是心疼 但瞬间 那情绪就被她掩饰起来 我心中最快地闪过一丝疑惑 他们在隐瞒什么呢 那晚我躺下怎么也睡不着 半夜听到母亲还在跟父亲劳道 孩子比在家时瘦多了 肯定是吃苦了 可他的变化 还是挺让咱们欣慰的 接着是父亲的声音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不吃苦怎么长本事 社会不需要只会享福的人 我悄悄走出卧室 看到灯光下父母不舍的目光 头上新增的白发 和眼角越来越深的皱纹 一把辛酸泪 都愿坐着吃 谁谁 其中位 少年独红只围绕宝带之喜怒哀乐 为之悲则悉则乐 伤喜则乐 而中年再度红楼则品出了人生百味 红楼梦 一月深远情思忧传 反复的品味才能体会他的生意和曲折优微 红楼里的丫鬟 那是一个美丽纯洁的群体 有着作者太多的深度追求 但总是 薄命的悲苦命运 让人叹息 作者看到这些薄命运的 几层生活逻辑 让你冒昧如花 让你聪明伶俐 让你不可多得 也难逃无望的悲剧命运 难逃 看一下 南逃 对 南逃 可以加上南逃 南逃 OK 主子们和他们有阶级红楼 奴隶做好的本分 可以有表面的和谐氏氛围 但难演情况有 而本分可以有表面的和谐氏氛围 但难演情况有 有辨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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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和很浪 这些氛围 但难演情况有辨识的 争论和很浪 这是本事 金串死了 秦文也逃不过命 鸳鸳都逃不过贺口他人 人家家母王夫人可是大家公认的慈善之人 家父的所有堕落不堪 都是在尽量的慈善之人 家父的所有堕落不堪 堕落不堕不堪 堕落不堪 都是在尽量掩饰的 只有傻子交大才能掀起它的遮羞布 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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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瞧见 破败的春光 把子交大才能掀起它的遮羞布 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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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败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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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也只是表象 其实这也是 这也是表象 表象 只是顽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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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固子 其实这也只是表象 只是顽固子 只是顽固子 写错了 重新写 知识 OK 嗯 顽固子 顽固子地 顽固子地 对 顽固子地 好的 嗯 这明天再来吧 今天因为某些原因 只能学到这里吧 好的 所以我们明天再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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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